那种事情最终也是要有人负责任的 现在中央已经派去调查组到武汉 了解李文亮的事情 李文亮最开始被信件 导致中国现在全世界漫延的这种疫情 能没有人负责吗 可能没有一个说法吗 所以说你还是把我们的这个诉求 跟你们最高领导反映一下 现在你也在变化里没有办法承诺我帮我找到 或者是说这个人在哪 我也不能给你提供更具体的信息 但是我给你打电话 用的是我本人身份证办理的电话 信息完全属实 你可以随时找到我 我对我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都负完全责任 这样可以吗 您看一下就是我这边只是让您提供一下更多的信息 我们以便后续开展工作 我们继续转到相关 可以的我会尽可能的再去寻找信息 但是警官女士 我说话的这个态度不是出您个人 您的态度很好 我表示感谢 我只是对你们那个武汉的警方 武汉的最高的警方负责人 对他们表示严重的抗议 这种 你们 你们这样是定历史耻辱度的 真的你们要定历史耻辱度的 就是就不全国人民不骂你们 武汉人民也会把你们骂死的 你们不要再这样呢 愿意去犯马了 愿意去违背人性的去做事情了 他们这两个公民 一个是陈秋实 另外一个是方斌 只是说了解了一下武汉的疫情 把他们了解的信息 告诉了 告诉了 关心武汉的这些网友而已 是让这些网友能够怎么样的 去了解武汉的需求和帮助 只是做了这些事情而已 就无缘无故的失忠 就像 就像抓敌人一样 就像抓那个 死恶不赦的坏人一样 去把他们抓走 把他们隔离 这样太让我们担心了 真的很担心 本来好好的两个人 被你们隔离 现在这种情况 如果得不到很好的保护 他们是很容易感染病毒的 如果感染病毒 武汉警方 你们那边警方 怎么将来跟这些 跟关心他们的人交代 你以为这样子就会不了了之吗 怎么可能 全世界 全中国不仅仅就有一个李文亮的 有很多很多都敢说真话 敢勇敢的人的 不然的话 这个世界不是叫你们闹翻天了吗 喂 女士 喂 女士 您好 您别激动 您这个事情的话 我就说您在网上反映这个情况 您能不能 就是您如果武汉这边也有网友的话 您如果觉得他报警不合理的话 您可以问一下他这边 就是他这边能不能知道 他最后一次出现在武汉哪个地方 或者当时落下点 在武汉哪个地方 我们这边好来核实一些具体形容 好的 我会尽可能再去寻找线索 但是您说的 让武汉的那边人 这两个人被抓走之后 武汉很多网友都不敢发声了 都不敢出声了 都不敢回应任何事情了 就像当时李文亮被训诫之后 很多医生都不敢出声 一样 是一样的 导致中国现在甚至全世界都在蔓延这个病毒 或许多了